公園邮聚半年商两桶 加仿控 包装泡棉当户垫 美人馆 其实小朋友在玩的时候 踩空是很常有的事情 但是它那个边缘 实在太锐利了 台中罗小姐心疼 看着六岁女儿 上个月十号 她女儿玩公園邮聚跌倒 撞到阶梯没有防护的边角 左小腿骨破皮黑青 我叫这 我觉得有一点黏痛 一看阶梯防护措施 几乎回顺 她向苹果爆料 危险邮据就位于树人公园 去年九月的时候 我们社区有另外一个家长的小朋友 头撞到 然后就缝了好几针 伤口蛮大的 边角基本上就是金属无包覆 因为它是撞到这种螺丝角 小朋友它其实是撞到像这种螺丝角 这个才真的叫恐怖 难头摔破头上了新闻版面 事发后 市府请人做防护 烂包的却逝 这就是一般包货用的缓冲泡棉而已 今年二月就已经完全都残破不开 每个部分都是这样 就完全没有保护的作用了 这处公园就位于社区内 很多家长都带着小朋友来玩耍 要注意安全 那个边边很利 在短短半年 就发生两个孩童玩邮剧受伤 家长偷骂养护单位罔顾人命 后续会把那三个平台换掉 那几个平台换掉 因为它是进口 那个备料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目前就是先用泡棉 还是一样把它包覆起来 柔软的把小朋友去装上 用比较好的材质的 把它包覆起来 就不会再用原来的那种泡棉了 地方中心台中报道